汉生爱的小小百科二 汉生杂志编写绘图 给今天的小小中国人 希望他们成为二十世纪 二十一世纪雄伟的民族栋梁 说 唱 猜 做 说起我的本事吗 我是全宇宙最会玩的小孩 玩在一朵爱心的花 当作礼物给地球上的小朋友 大家好 我是黄英 我的姓名叫琪琪 外号叫FM鸟 我会唱中国各省的儿歌 国语最标准 像评调FM电台里的播音员一样 所以外号叫FM鸟 我的吃点是最怕数学了 遇到数学就会头昏眼花 我会变成最会唱鹅歌的鸟 名叫FM鸟 嗨 大家好 我是青山蝸牛 我的姓名叫多多 外号叫IC蝸牛 优点最会猜谜鱼了 同时他什么常识都知道 好像瓜里里 瓜壳里的 装满的电脑的IC电路一样 所以外号叫做IC蝸牛 只会说不会动手做啊 这是我的大缺点 我变成最会猜谜鱼的蝸牛 叫IC蝸牛 嗨 大家好 小小百科 他是小百科的弟弟 住在遥远的星球上 他有神奇的超能力 上天 陆地 什么都能做的 他最爱哭了 又爱笑 最喜欢和他 跟他差不多高的 矮的小的小朋友 一起在玩 他长的速度很慢 一千年才长一公分 所以好像永远长不大的 淘气鬼 走吧 我们到地球 找小朋友玩去了 大家好 我是台湾蛇龟 鼓鼓 UFO龟 我会说儿童故事 而且又能像幽浮一样 带小朋友到外海空去玩哦 所以外号叫UFO龟 我的缺点就是最怕画画了 我变成最会说故事的乌龟 名叫UFO 大家好 我是Monkey 台湾猕猴 可可 外号叫AUTO猴 最会做玩具咯 什么废物到他的手上 都能成为很棒的玩具 叫做自动化机器 AUTO 完成的一样 所以外号叫AUTO猴 我的缺点是舌头不灵光 我语不标准 我会变成最会玩玩具的猴子哦 名叫AUTO猴 耶 万岁了 我们可以到地球上找小朋友玩了 我们也可以回家了 对了 我要先把你们变成会说 看 猜 做的超能力动物 才可以把你们和地球上的小朋友 一起玩各种的游戏哦 小小百科住在很远很远的星球 这个星球开满了爱心的花 所以叫做爱的星球 这里虽然美丽 小小百科却很想到地球去玩 他哥哥小百科早就去过地球了 还从地球带来四只小动物给小百科做礼物哦 黄银 蝸牛 乌龟和盒子 他们都是台湾的动物 可是在外星球住久了 好想念地球哦 真想回台湾 小小百科你赶快带我回地球吧 不过哥哥留下一张中国孩子的字 白字 文 要我读完才中我到地球上去玩呢 真讨厌 你就听哥哥的话吧 好好读一读吧 说不定读了很有用哦 来我们陪你一起读 我有头和脚 眼看虫和鸟 耳听雷电声 鼻闻花果香 首摸日月星 口吃米饭香